两个时空的交汇 一段爱情的衣食 欢迎收听多人永生小说剧《夜旅人》 原著赵熙之 主播东林善云天和 由长安欢月工作室独家出品 现代人的失联是从关机开始的 车祸现场的路障早已经清除 天亮雨停甚至出了太阳 忙了整夜的薛选青站在街边焦躁不安 他已经拨了十几遍宗英的号码 起先还有都声 到后面全变成了对方一关机 前所未有 于是他放弃拨宗英的手机 往他宿舍打电话 没人接 最后又拨向699号公寓 手机里嘟嘟嘟地响 就在他要挂时 电话那边的都声戛然而止 替而代之的 是领起电话的动静 他太阳穴突突地跳 张口急骂 我去 你热婚头了是吧 你存心关机的是不是 可是电话那边 却是年轻的男生 温和应对他的暴怒 你好 需要找哪一位 我可以帮你记录 陌生 异常 他反复盯着屏幕上的显示内容 分明是699号公寓的固定电话 那边又和和气气地问了一边 喂 请问找哪一位 薛选青心头的一撮火苗 好似立刻被淋了一桶油 自证腔远地回了过去 你是哪个 叫宗英接电话 正是凌晨5点58分 那边咔他一声 挂断了 急促的嘟嘟声响起 薛选青直接愣住 再拨 只提示战线 对方空置了电话听筒 凌晨5点58分 也是宗英回到699号公寓 摸出钥匙开门的一刹那 被莫名其妙地挂了电话 薛选青在原地蒙了好一阵 回过神 掀开漆黑的羽毛 将前额尸发往后捋 露出满脸的焦躁 在旁边等了许久的小郑家 薛老师 我们先去吃早饭吧 见他不答 又主动建议 吃生煎好不好 薛选青哪有心情吃早饭 摸出车钥匙丢给小郑 你自己先回局里 我去找宗英 雨过天晴的早晨 车流往来不歇 人声鼎沸 六点十分 薛选青挤上了去699号的地铁 宗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他屏息听了一会儿 屋子里除了老师的坐中声音以外 没有其他动静 于是低头打开茶几柜 拖出铝合金看茶香 咔他解锁 戴上橡胶手套 取一支乌证瓶 把马克杯内的温水装进去 同时打开乌证带 放入马克杯 封口 宗英紧接着又起身走向厨房 半开放室的空间里干净整洁 琉璃台上摆着一支电热水壶 纸附贴上水壶表面 温度在45度到50摄氏度之间 按照经验判断 烧水这一行为 发生在20分钟以内 意味着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这个人还在他家里 厨房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被动过 宗英打开垃圾桶 在里面发现了一支牛奶盒 已经空了 他捡出来 封口处的生产日期标注 2015-07-21 是前天灌装的牛奶 检查完厨房 宗英又进卧室寻找蛛丝马迹 但一无所获 他转身上楼 楼上只有一个小间 平日作为客房使用 但他几乎不招待外人 久不清扫 门把上就有了一层驳灰 但眼前这个门把 却被擦得十分光亮 戴着乳胶手套的时候 小心握上门把 打算开启这一扇门 却根本动不了 门被锁了 宗英从来没有给房门 上锁的习惯 他耐心地提取了 把手上的指纹 又下楼逐一检查了门窗 没有任何被撬动的痕迹 对方很可能 有他家的钥匙 对 钥匙 宗英暗亮玄关的狼灯 拉开五斗柜最上面一层 里面一串备用钥匙 果然不一而非 还丢了一些钱 他平常用来付外卖的零钱 然而在匣子旁边 放了一个信封 信封旁 则是已经晾干 收好的黑色雨伞 他还没来得及拿出来 门就被派得震天响 薛选轻喘着气大声道 快点开门 再不开门 我叫你来砸了 宗英上前一步打开门 迎面连挨两个力抱 在家还关机 在家还关机 忘了重电 宗英一脸坦然 你就是存心 薛选轻见到他 原先的担心与怒气 一消了大半 但一瞥他的手套 又皱眉 你干什么呢 哦 强化业务技能 宗英答得一本正经 瞎扯个鬼 你家是不是进贼了 他上前一把挥开宗英 进屋就看见 敞开着的勘察箱 你不会报警啊 这样提取的证物 能证明什么 宗英答不上来 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必定不是 简单的注释行窃 但他目前 并不想对任何人 进行说明 宗英闭口不答 薛选轻转过身来 盯住他看 两个人差不多个子 都熬了一整夜 眼里布满薛丝 半斤八两的状态 算 对质片刻 薛选轻放弃 你根本不愿意告诉我 我不打听 他说着摸出烟盒 取了两支烟 订一支给宗英 你几点到的假 将近六点 宗英接过烟打道 他记得很清楚 他在沙发上 躺下的时候 家里的座钟 当当当地响了六下 那么我有必要告诉你 薛选轻打开 手机通话记录 试向宗英 五点五十七分 我打了这里的座机 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 他讲了什么 经疲劳过度的大脑 努力地回忆一番 薛选轻答道 你好 需要找哪一位 我可以替你记录 宗英连起言谨 却说 语气奇怪 不太像贼 可能打穿线了 薛选轻摇摇头 反正不对劲 不过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处理 他说完 终于摸出打火机 试图点烟 却始终打不着火 焦躁赶在家去 他转头直奔厨房 趴他一声 你跟着气躁 借了个火 深深吸了一口 才终于切入重体 薛选轻挨着流理台奖 你半夜 推给我的那个现场 猜猜 试试者是谁 宗英脱掉乳胶手套 坐回沙发上 重新拿起那支 并没有点燃的卷烟 你不如直接告诉我 行学艺 宗英缓慢地 转动卷烟的手 稍稍停顿了一下 终于舅就是吧 薛选轻吐出烟圈 又叹了一口气 终于就同他在一个车里 重伤入院需要用血 他们家就喊你去 他完成自己的推断 唇边扬起一丝冷笑 需要时才想到你 原谅我看不出 半点的真心与在意 宗英放下卷烟 教我挤双手 不谈这个 那给你讲讲别的 薛选轻往水池里谈烟灰 想听什么 现场情况 薛选轻又吸一口烟 皱起没回他 车辆失控 雨隧道内另外三辆车 发生连环擦撞 最终又撞上水泥墙 车头几乎撞毁 行学艺当场死亡 终于人在车后 侥幸捡回一条命 就这些 另有两个传人死亡 两个轻伤 薛选轻声音里 不带任何情感 却在烟雾中 眯起了眼 行学艺的死 符合车祸死亡特征 不过 有一点别的发现 他突然转过身 拉开后时的窗帘 夏季晨光 分涌而入 总应下意识地 偏头一臂 No 自己看新闻 薛选轻说着 掉出头条 将手机扔过去 总应低头浏览 一些关键字眼跳出来 连环车祸 新兮药物研究院负责人 邢某 新兮制药高层 公子宗某 车内疑似发现毒品 封锁消息 拒绝接受采访 一孕妇 一男子当场死亡 往下拉 一连串的配图 有事故现场 有急救现场 有家属照片 还有挡住侧脸的 他自己 总应拇指在图片上 划拉了一下 抬起头 正好对上薛选轻的视线 你不会挡啊 纸当脸有什么用 薛选轻拧开水龙头 在水池里摁密了烟 就那一串警号 分分钟你就会被人 扒得底都不少 现在这种事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懂发 总应点开评论区 一连串的质疑与猜测 皆是绿袖子上阵 推理的架势 照着这失控的原因 是什么 机械故障可能性很小 十有八九是人为因素 发现毒品 是真的假的 在刑学一包里 发现可疑物 已经送检 至于他是不是吸毒架势 还有等进一步的化验报告 薛选轻顿了顿 又说 听说新西最近有新药药上市 这个节点 药物研究院爆出吸毒这种丑闻 估计接下来 不会有好日子过 总应关掉了新闻页面 薛选轻则因为喉咙干渴 直接拿过电热水壶 他随手取了一支杯子 倒满温水 那个不要喝 总应突然抬头 语气骤然变得激动 薛选轻去无视他 仰头喝水 总应劝阻失败 豁得起身 上前夺过他手里的杯子 又拿过水壶 将里面的水全倒进池子里 你发疯了 薛选轻吼他 总应不解释也不多言 拉开冰箱门 拿了一罐包装完好的茶饮给他 甚至替他起开了拉环 因为用力重新崩开的伤口 又开始渗血 薛选轻这才留意到 他不满创可贴的手心 总应收回手 看一眼时间讲 不早了 你还要回局里交接 这个案子我必须回避 有劳你了 薛选轻没话可说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家 递给总应 只说 别再丢了 总应应了一声 将手机还给他 送他出门 都已经出了门要进电梯 薛选轻却突然回头讲 总应啊 可他想想 还是算了 最后也只是叮嘱了一句 好好休息 总应站在门口 认真地点了点头 目送他离开 总应关上门 重新拉开斗柜 从木匣旁取出信封 从里面道出一部册 一张信纸 他展信 上面写道 宋小姐 十分冒昧给你留心 想必你也为一些世俗困扰 如你有鱼侠并同意 请在公寓暂留 我们晚时里会再见面 解释相来 愿你勿京 祝健康喜悦 万事顺遂 盛情让 二十三日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长安换月工作室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夜旅人》 原著赵锡之 授权自靖江文学城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